本赛季中超联赛冠军已定,凭借阿哈麦多夫和吴磊的进球,最终上海上港主场RBE战胜北京人和,提前一轮获得2018年中超联赛冠军。 但是降级区除了贵州横峰已经提前降级完,另一个名额不太确定,其中最后一轮,大林一方对阵长春亚太的比赛显得尤为重要,两队都要为暴击而战,势必会全力以赴,如果不出现意外,吴磊将会获得本赛季的射手王。 曾经国族也有一位前锋,他在赛场上自信心强,身体强壮,射速精湛,无论反击还是阵地战强点都急去威胁,是位天神的射手。 他就叫张玉宁。张玉宁,1977年5月出生于辽宁沈阳,曾经效力于辽宁,上海申花。 他刚满20岁加入辽族就年少成名,被人称为玉宁杀手,曾经差点转回到了应超来切斯特。 可惜,因为劳工症的问题,导致他流氧失败,后来加入深荒后,还帮助球队夺得联赛的冠军。 在国族时期已有上加表现,曾经在一次杯赛上,个人独中三元,上演帽子技法。 退役后,张玉宁在很多球队担任国主教练或是助理教练,但是只叫战绩一般。 在2006年,张玉宁和空姐孙嘉义在上海举行婚礼,婚礼现场申花队来了很多球员和教练。 在2014年,张玉宁带着8岁的儿子亮相大型亲子一支节目爸爸请回答。 在节目中,张玉宁首次亲口说,已经和妻子孙嘉义离婚。 如今这些年以来,41岁的张玉宁一直还是单身,独自抚养12岁的儿子。 张玉宁长得很清秀帅气,有点像演员正义姐。 不过她很少出现在公众面前,个人比较低调,有时候会去踢踢球,毕竟曾经是自己的职业。 祝福张玉宁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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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